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明镜焦点 今天焦点镜头来关心 美国将延长华为交易许可90天分析报道 综合媒体指出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先前在5月16号将中国华为公司纳入实体名单 意味着华为将无法采购美国公司生产的零部件 不过也随即在5月20号发布临时通用执照 允许华为以及68家关系企业 在5月20号至8月19号期间 继续采购美制产品 以维持现有的电信网络以及设备运作 并且为现有华为智慧型手机提供软体更新 只是华为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之下 依旧不得购买美国零组件来制造新的产品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直言 华为对国安有威胁 他不想要有生意上的往来 以前要等到本周一才会做决定 接着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19号宣布 美国将会延长华为的交易许可90天 换言之 华为可以继续从美国采购部件 以及向美国客户提供服务 不过罗斯同时表示 46家华为的分公司 将被添加到美国的实体清单当中 也就是美国企业 无法在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情况之下 与这些公司有商业往来 目前美国政府实体清单当中 已经有超过100家华为分公司 罗斯说延长许可令 是为了让华为的美国客户 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脱离华为设备 转投其他公司 BBC指出 今年5月 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顾虑 对华为下禁令 然而为了让美国公司平稳度过 美国政府颁布了90天的交易许可令 当这一许可令在8月19号到期的时候 美国又再次延续许可 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禁令如果严格执行 将严重影响华为的供应链 但也可能同时打击华为 正在服务的美国客户 以及向华为供应的供应商 对此美国旗指周一亚洲盘走高 Marketwatch报价显示 截至台湾时间19号上午7点26分为止 一米里道琼斯指数连续合约上涨0.47% 爆26,030点 BBC中文驻美记者冯兆英评论指出 在延续华为交易许可前数日 白宫放出多种互相矛盾的信号 在此议题上的多重考量可见一斑 一方面美国政府标签 华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其还代表了部分5G技术的顶尖水平 让目前在这个领域落后的美国如梦初醒 另一方面上周美国股市大跌 债卷市场揭示美国存在经济衰退风险 总统川普屡屡发言 希望打消民众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在这一个关键时刻 任何被认为将打击美国经济的政策 都会对正在谋求连任的川普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而在2020年大选在即的大背景之下 在国家安全以及经济衰退压力之间 川普政府如同走在钢索上 小心谨慎 华为的许可令得以延续 估计是得益于此 按此逻辑 美国原定在9月1号新增的10% 对华商品关税 可能也会在最后时刻被喊停 同时川普或者不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在竞选的过程中 他迫切需要一个假想敌 为他的支持者制造危机感 Agelec公司首席执行官维斯顿向BBC表示 此举不仅对华为至关重要 对美国而言也关系着数以十亿计的订单 因此对华为的禁令 也面临来自美国国内的反对声浪 华为作为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商 每年从美国供应商入口 大约110亿美元的部件与材料 突然中断将打击相关美国企业的业务 许多华为供应商已经要求颁发特别许可 以便继续向华为供货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上个月末对记者说 他已经收到超过50宗申请 预计还会有更多 美国会立即处理这些案件 预计接下来几周就能够做出决定 威斯顿提醒 就算他们之间的业务恢复 华为也会试图分流在美国的订单 以减少未来潜在的风险 更广泛的压力来自于 整体经济衰退的压力 上个礼拜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跌破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通常意味着经济衰退的风险骤增 川普把经济增长 作为2020年大选的主要纲领 但是如果经济发生衰退 他将很难说服选民 说自己已经取得了经济成就 新浪科技报导指出 华为7月30号举行上半年业绩发布会 营收成长是23.2% 利润率8.7% 换句话说经历中美贸易战火 以及美国禁令 华为上半年营收仍然是保持在 23%的增速 营收超过人民币4000亿元 华为董事长梁华表示 即便在美国禁令之下 华为也没有一天停止生产 全年业绩虽然受到影响 但是各项财务指标仍然是良好 现金流也为正 华为将持续不漏洞 现在主要是剩下消费者业务的洞要补齐 不过华为董事长梁华表示 2019年下半年以及2020年是华为兼困期 首要任务就是要存活下来 华为将在2019年内大手笔投入1200亿元 用于研发 确保公司能够度过这最艰难的时期 此外他也向美国喊话 虽然美气逐渐恢复供应 但是像谷歌GPS等等关键供应商 依旧是断供状态 未来华为在高端新产品上 会增加自己能够掌控的供应比例 明记焦点整理报道 那么接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